在這個練習裡面我們要製作這樣子的折線圖 左邊是原始資料 第一欄是玻璃厚度 第二欄是probability density 在這個圖裡面水平左是玻璃的厚度 垂直左是probability density 我們從這些原始資料開始 我們先選擇這些原始資料 然後在插入的群組裡面 選擇第一個折線圖 我們會發現這個折線圖不太像是我們要的東西 原因是這兩行都是數值資料 所以Excel自動的把它當作是資料 事實上第一欄是用來作為水平左標籤用的 就像直條圖裡面作為水平左標籤的類別一樣 第二欄才是真正的資料區 我們先重新選擇資料範圍還有水平左標籤 現在圖表已經處於被選擇的狀態 在設計群組裡面 我們可以重新選取資料 現在圖表資料範圍等著我們去選取 我們重新選擇這一片資料 注意 折線已經隨之改變 接下來來編輯水平左標籤 並且選擇這些資料作為水平左標籤 注意 水平左標籤也跟著改變了 接著我們將線條的樣式改為平滑的曲線 選擇這個線條以後按右鍵 並且選擇資料數列格式 選擇線條樣式以後打開平滑線 注意 線條已經改成平滑線了 最後我們來修習一下細節 在版面配置群組裡面 關掉圖裡 加上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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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水平標題 再單次標題 再加上 머리子標題 再加上 標題 關掉 為了進一步修改繪圖區的格式 我們選擇繪圖區以後 按右鍵 並且選擇繪圖區格式 在填滿的選項上選擇實行填滿 並且選擇淺藍色 在框線色彩 在選項上選擇實行線條 並且選擇黑色為色彩 垂直軸的數值小事點後面移位就可以了 選擇垂直軸以後 選擇垂直軸以後 按右鍵 選擇坐標軸格式 在數值的選項中 將小數點的位數 改為移位 最後調整一下各部分的相對位置 相對大小 包括繪圖區的大小 也是可以做一些調整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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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